我是愛乾淨的 但也沒有時候 到那種不可靠的地步啦 我是覺得其實 我們說話有時候 我們是會付諸於行動的 我呢 我曾經在你們節目 你記不記得我講過 是我帶過我老婆 是為了她喜歡 她想要去吃螃蟹 我帶她去新加坡吃螃蟹 喔 對 對 對不對 兩天一夜來 兩天一夜 我那一趟去 後來又去補了第二趟 原因是我那一趟去的時候呢 新加坡的這個珍寶很有名的 是會講 大家都知道 就是辣椒蟹 那我去帶她去 因為她喜歡吃我就帶她去 除非是那天很開心 因為我想說 也不要讓她特別先吃到 就跟她說禮拜六 今天下午你不要再上班 不要再工作 然後我先把事情先排開 好 那個禮拜就帶她去 結果到那邊 很高興 怎麼出國了 怎麼到新加坡去 一下車直接就奔到珍寶 因為到珍寶的時候 已經是中午的時間 結果她貼了一個牌子 內部整修 你沒問 我沒有問 因為那是平常時間 假日是一定會開的 怎麼可能會發生在你 真的要整修 你也在等它倒了 或是什麼時候都可以 對不對 或是在某一些特定的 什麼一二三四那種 為什麼特別要等你浪漫的時候 對 而且就在那個時間點 臉色變了 變了 真的變了 她說你跑來這邊幹嘛 我說我想讓你吃一隻 好的螃蟹 那怎麼辦呢 你看 你為什麼不先做一下功課 你為什麼不先不打個電話 因為我是覺得 沒有人相信 她就這一年就那麼一次 沒有人相信她在那個時間 是會內部整修的 對不對 我也想說不用打 因為假日是一定開 因為假日人是最多的 不用先定位什麼的嗎 不用 因為兩個人 很好定的 很好那個的 她就想要衝動浪漫一點 對 我其實就是想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好不好 我可以弄得很乾淨 我怕 等一下 我們兩件衣服 你知道 正經 我剛剛忍不住 噴張話出來 對不對 後來我就到了新加坡 對不對 那一天氣到她真的之後 我來這邊受了怨氣 然後吃了她不太開心 你也找我老婆 都專程來了 你也找我老婆脾氣很大 我就說都專程來了對不對 而且我們那一天是 我本來是安排說 吃完了珍寶之後 我們會到新加坡 一家很漂亮的一個餐廳 它就是那種環景的餐廳 喝一杯下午茶 然後帶她直接 機票已經訂好了 四點多鐘的飛機再回來台灣 結果因為那一天的關係 她不開心 臉開始臭到 你們本來是訂好當天來回 來回 我就刻意給她一個驚訝 就因為這樣她不太開心 就是臉就開始很臭 那我也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我有時候怎麼辦 她說那還想要吃 她想要吃肉骨茶 還有一些其他道地的東西 也因為那一天 我們就只有多住了一天 我就把它 解鎖掉了 就多住了一天 那多住那一天 那天晚上就要好好 交代一下清楚 把該補充的都補充回來 就是讓她很開心 又過完一天 她隔天心情就好了 心情就稍微好一點 但是我是一直跟她講 就是說 絕對她絕對不再跟我 我決定的替幫要跟我去 因為她認為 我是一個不會做功課的人 可是是你把她期待拉太高啦 你說要給她驚喜 然後你把這些排掉 然後不要工作什麼 拉過去就 如果妳 珍寶 如果你不整修 不是很完美嗎 你為什麼要在 珍寶 你為什麼要那天那麼整修呢 沒有意義嘛 其實去澎湖 也可以吃到好吃的飯 賴子佛太熱 你不想出海的話 萬里也有 好不好 新加坡那一家是有名的 對 吃過了都知道 運氣真的太不好 我運氣不好 運氣太不好 如果她運氣好 剛好那天珍寶真的有開的話 就大加分 當然 加分到好 可是重點就是 運氣太差 對 這本來想要 完美的計畫 破局 對 你知道運氣差怎麼改善嗎 怎麼改善 要去台北轉運轉 對 台運 台車 不是 轉運 你要講 你要有 你要有足夠的自信心 你才講得出來 今天是講話 只講後輩他自己 不是 你要去台北轉運轉 第一頭講 你要去台北轉運轉 對 類似這個樣子 對 有 他這個 潰敗 潰敗 沒有辦法浪漫 對 好 我去轉運轉 轉運